一颗颗黄橙橙的珍珠干高挂枝头 农民用剪刀轻轻剪下 由于之前下了一阵酸雨 导致产气受到影响 但在品质方面有比较好 甜度也比往年来得高 柑橘类的水果在有机肥方面都下得很足够 因此品质都不差 而像柳丁比较出方的载重方式 肥料方面就下得比较少 年前的时候有下的酸雨 散量可能都比较少 所以柳丁比较不好 有点影响到 所以今年散量比较少 所以今年柳丁比较好 今年的甜度 吃吃的甜度都比较少 柳丁方面可能有机肥方面 我们都是都落尊重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有保 所以品质方面应该不会很差 你如果像柳丁比较糟红就比较少 机肥方面比较少 它品质就比较差 可能在大概12月初到差不多1月中而已 大概过多月才能用 这种也怕败也是怕那种 怕路上 路上来我们农民就害了 一路上来都保住就不好 这也有时间的限制 中疗农会工销部主任田孟迅表示 今年因为气候等各项因素配合 品质也不错 只是产量比往年少了大概三成 价格方面都比较好 郑珠干农会推广约十年的时间 价钱跌在中上 只是气候的因素导致年产量不稳定 因为今年因为气候各项的因素配合都不错 品质也不错 对 只是产量比往年少了大概三成 所以今年的价格好一点 价格好一点 到昨天台北的拍卖价还有到180 一公斤 对180块 我这边都是网路宅配出货 包括各农会的 各农会 对对对 对对对 比较多农宅配 那边外面那边都是工农印销的部分 工农印销 对那是农民 不供农民出货的一个管道 这个珍珠干农会推了大概 可能快十年有了 对 因为它的价格算是中上了 中上 只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这几年它的产量 嗯 不是很 不是很顺 就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那因为气候的关系 现在 现在极端气候是很难 很难去 去掌握 对对对 那今年又雨水 刚年初那时候雨水比较多 就是刚刚开发的时候 结果不是很理想 数量少了最少三成 所以年初也有那个辅助啊 柑橘类的 对对对 珍珠干算是一种高精气作物 这几年来在农会大力的推广下 很多早期种植其他初五的农民 目前也都渐渐赶中珍珠干 但由于受到气候影响 导致产量不是很稳定 但在价格方面往往巨高不下 因此 农会也透过许多管道来指导农友 让产量可以更加稳定 记者陈云志中辽乡采访报道